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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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樓梯間 道人長短卻這麼巧被當事人聽見 躲在林子虹肩膀下的郭書瑤 顯得小鳥依人 一段辦公室練曲就此展開 全新台劇上個月正式開進 描述用錢精打細算的郭書瑤 碰上花錢如流水的林子虹 乍看觀念大不同 卻意外組成CP 然後又會捲這些東西 有機會去看這樣子 然後我比較不太會衝動購物 是像因為我現在都網購居多 然後我就會放在購物車裡面 然後等隔了兩天再結帳 沒有欸 看來他還很輕人 好羨慕喔 你財富自由了嗎 由於這回作品 和新加坡新傳媒共同合作 跨國邀請當地演員來台灣 覺得很新鮮 推薦火鍋 還沒有機會帶他們去吃飯 我們很想要約吃飯 但是劇組沒有給我們吃飯 我本來我也想推薦他去夜市 沒想到他就是已經去很多夜市 我也覺得寧夏夜市是一定要去的 周知慧鄧偉德為戲 在台灣long stay 最難以抗拒的就是美食 尤其鄧偉德身材壯 還得為了脫戲忌口 就有一場戲需要我脫上衣 然後就為了這場戲 我一直在努力的健身跟空氣 你還需要努力健身 對啊 因為畢竟來了 那你健他怎麼辦呢 周知慧則笑說愛上台灣秋天的涼爽 騎腳踏車很舒服 演技部分更被搖搖肯定 我覺得他能量超強的 對 它是一個爆發力很強的演技 比較有衝突的戲 就是那種導演很咖 就是現場是聽不見的 職場清洗劇再加一 也讓人期待成品播出 跨國合作會激盪出 怎樣的火花 第二位訓練林玉成 張漢文 張木圈 淘寶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